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由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温情科幻片 ET外星人 故事要从一次外星人的意外造访说起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神秘外星人来到地球考察地球植物 却被人类发现 就在人类过来探查的时候 外星人启动飞船离开了地球 只有一只贪玩的外星人 由于离开飞船太远 被落在地球上 外星人逃到了山下的一户人家中 埃略特是这户人家的小主人 他出门替哥哥去外卖 在路过仓库的时候 却听到里面传来动静 好奇的埃略特将皮球扔进仓库 很快皮球就被扔了回来 埃略特被吓得不轻 赶紧找来众人检查仓库 却啥也没发现 一行人回房睡觉 埃略特却辗转难眠 耐不住好奇心的他再次来到仓库 发现了地上的脚印 埃略特顺着脚印走进玉米地 看到了一个呆梦外星人 初次见面 埃略特被直接吓跑了 第二天晚上 埃略特在庭院45度角仰望星空 丹蒙外星人从仓库里窜了出来 还递给埃略特一把巧克力豆 这个友好的举动让埃略特喜欢上外星人 还把他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丹蒙外星人的智力很高 能够模仿埃略特的动作 很快埃略特就倦意重重睡了过去 隔天早上 埃略特开始装病不上学 在家里和外星人愉快地玩耍 哥哥放学回家后 埃略特又把外星人介绍给哥哥 这时家里最小的妹妹也回来了 他冲进埃略特房间 被带们外星人吓得尖叫 母亲听到尖叫声也来到房中 不过哥哥已经把外星人和妹妹藏了起来 最后三人约定要保守外星人藏在家的秘密 晚上兄妹三人和外星人玩游戏 发现外星人居然会超能力 还能让枯萎的花重新焕发活力 埃略特当场就看待了 这天埃略特来到学校上课 老师正在讲课 埃略特却觉得身体不大对劲 原来不知道啥时候起 埃略特的身体和外星人产生了奇妙的联系 埃略特也跟着变得醉醺醺的 老师让同学们解剖青蛙 埃略特却不大乐意 将青蛙全部给放了出去 还趁着酒劲抢吻了一只爱恋的斑花 最后被老师扭送回家 埃略特回到家 发现外星人被妹妹打扮成一个女装大佬 更让埃略特惊讶的是 外星人居然学会了说话 于是埃略特给带们外星人取了个名字 ET 他发现外星人想家了 便和哥哥开始在仓库研发通信设备 打算帮ET联络他的亲人 很快时间到了万圣节这天 两兄弟用白布盖住ET 总算瞒过母亲将ET带出了门 之后埃略特便带着ET前往他走势的森林 在森林中ET动用他的超能力 让埃略特和自行车直接飞了起来 埃略特差点把车骑到月球上 最后两人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ET启动通信装置 给总部发射了信号 但是总部的飞船一直不见过来 埃略特陪着ET等待飞船 却不幸染上风寒 第二天早上 埃略特醒来的时候 发现ET失踪了 染病的埃略特回到家中 发现ET并没有回来 他只好请求哥哥去把ET找回来 哥哥在溪流中发现了奄奄一息的ET 他把ET带回家中 但是负责侦查外星人的研究人员 此时也赶了过来 他们把ET和埃略特一起带了回去 医生发现 ET和埃略特的身体似乎有着某种联系 两人都处在生命垂危的状态 这时ET又动用他的超能力 将他和埃略特的联系解除了 埃略特逐渐恢复过来 而ET却渐渐失去了心跳 连ET救活的那盆花 也跟着枯萎了过去 很快医生们就宣告 ET已经死亡 埃略特舍不得ET 来和他做最后的告别 却意味发现ET又活了过来 埃略特和哥哥合作 结识了撞有ET的汽车 哥哥一顿狂飙 来到和伙伴们约定的集合点 接着一行五人化身单车少年 和警察比起了赛车 眼看就要被警察抓住 ET再次动用超能力 让自行车全都飞了起来 五人一起跨过太阳 来到了森林 埃略特再次启动信号发射器 很快外星飞船便赶了过来 埃略特和ET挥泪告别 外星飞船离开地球 在天空化出一道美丽的彩虹 这便是外星人ET的故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